左银河群星城是有许多栋住宅大楼组成 人口数相当多 但一楼的商店不多也缺少大型卖场 居民要采买生活所需 都要到远一点的市场才能够买得到 我们之前这边的民生用品 比方说采买鸡鸭鱼肉 都是临时的摊饭 临时摊饭 所以基本上来讲并不是很齐全 年纪大就仰仗外劳 那年纪轻的可以骑摸 这就是就近的菊光市场跟哈喽市场 这两个部分 好消息是社区旁的一块空地 即将要盖一座大型卖场 四周已经驾起围离 大型机具正在整地施工 里长感到相当高兴 完工营业之后 居民就可以就近采买 先感谢那个美军议员 帮我们争取的这个市场预定地 将它纳入全年卖场的这个部分 之后有这个全年卖场的进入 我想对我们的这些的生活 必需品的改善 有顾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些不方便 这一块空地原本就是市场用地 面积大约1027平 采用市府和国防部共同合作开发模式 由今发掘以标租方式 供民间投资使用 高雄市议员陈梅娟期待 得标厂商能够尽快完工营业 增加社区的生活机能 那当时我们也一直在的要求 甚至我也邀请了秘书长来现场看过 也希望是说是否能够 把先知的空间再活化 因为这个中间牵扯到 跟国防部的一个签约 一些程序的问题 所以拖到今年 大概这个月才会开始动工 那预计是年底可以开始启用 能够来提供我们这些市民 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 跟一个生活采买的一个场域 陈梅娟议员表示 左营区还有好几块市场用地 目前都闲置没有加以开发 相当可惜 希望市府提出转型计划 改变开发方式让地尽其力 金融局局长是很肯定的告诉我 说你活动中心 在跟厂商投资厂商的洽谈下 他们同意 一定会保留这个空间给你 来做活动中空间 那但是至于长照的部分 或是公投工业的部分 可能在这个部分就必须要靠民间的业者 是否用他们来做投资 因应消费形态改变 室友的市场用地将不再新建传统市场 改由民间大型卖场成租新建 或转型成其他用途 不要让室友地闲置 应该朝满足地方需求 和有助产业发展的方式发挥地利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